注意看 视频中正在风光暴打中国选手的家伙 正是连秋剑梁都不敢惹的 荷兰不败拳王 阿尔伯特克劳斯 和他交过手的中国选手 不是被打得满脸挂血 就是被一拳打断肋骨 曾在中国一夜之间 连续击败三名中国选手 他不是在中国立台无人能敌 在国际立台更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曾击败过日本天王摩沙斗 和泰国传奇拳王波球 还曾当中向拳王泰森发起过挑战 他曾在媒体面前这样评价中国拳坛 中国拳坛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笑话 其实和小孩打架没什么区别 我在中国打拳 无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 因为打中国拳的时候实在是太轻松了 面对荷兰拳王克劳斯的嚣张态度 21岁中国小将李壮壮 霸起出击 要与其一决生死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荷兰不败拳王克劳斯 打着中国小伙的一场精彩玉局 好 眼睛的小伙子看起来非常年轻 的确他的确很年轻 才21岁 中国小伙李壮壮 本场比赛原本的出战选手并不是李壮壮 而李壮壮则是替我出战 据说在比赛开始之前 李壮壮因为自己买好了坟地 买好了棺材 没有错本场比赛他是抱着一决生死的态度 来打本场比赛 因为对方的克劳斯实在太强大 来中国六年时间 未尝一败实在是太强了 来花五年未尝一败 曾经还一晚上击败过三名中国选手 几位武僧一龙 都被吓得屁股尿流 不甘于之一战 那么这位21岁的小乡李壮壮 霸气出山 也是非常有勇气了 好 本场比赛看一下李壮壮 大赚这个荷兰拳王 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21岁 大战这个35岁应该是 那么对方的突然间很丰富 那这个克劳斯呢 不只是在中国南巡敌手 在国际擂台 也是打杀四方 击败过摩杀斗 也击败过郭球 甚至还敢挑衅泰森 好 这家伙现在也不年轻了 35岁 好了 看一下 红方选手白色全套 中方选手李壮壮 21岁 但是他的作战行业也不少了 据说他呢 这个8岁就开始练拳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散打名将 我们看比赛一开始 李壮壮是没有像其他中国选手一样 有畏惧对方的意思 打这个克劳斯呢 千万不能后退 因为这个克劳斯非常喜欢压制你 如果你一旦表现出啊 害怕他的意思 那就完了 感觉李壮壮的肌肉啊 还有他的状态是有些紧张的啊 动作是比较僵硬 李壮壮要小心 千万从这个龙边绕出来 不要给这个克劳斯啊 任何把自己逼到这个角落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这个克劳斯啊 他的腿法是非常一般的 他强的地方就是他的拳法 拳方位于力气打击 他可以打遍你浑身的每一个部位 但是李壮壮练习过散打啊 腿法相对来讲就不错了 这个克劳斯还是一如既往的推进式的一个打法 李壮壮注意防守了啊 刚才吃到对方很多拳 但是还好啊 35岁的克劳斯肯定是没有当年这个拳头那么重了 好敢打 哎呦这个拳很硬啊 壮壮 一定要敢打啊 这个时候不能退 那么在前美国的专家开始评测啊 主张比赛里壮壮的胜算大概是多少 呃美国专家认为呢 说这个我们壮壮的胜率啊 不足一成啊 不足10% 的确从双方的这个以往的生涯数据上来分析啊 这壮壮的这个胜率的确实不高 好漂亮 哎呦要小心 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 那无论怎么说 无论外界人是怎么看我们中方选手 但这场比赛我敢说壮壮的胜算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 呃敢打敢拼 而且小伙子完全没有惧怕对方的意思 只可能说啊 有一点人紧张 紧张很正常 因为对方啊 毕竟是来花六年不败啊 呃所以说呢 有点害怕 有点紧张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恐惧是人类和生物的本能 而勇气才是人类真正的赞哥 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精彩表现 精彩的聚局 在第一回合 双方整体的分数和打击数上来看就差不多 呃这个是南分上下的 要交给专业裁判了 好 一撞到的状态是有所徽温 整体状态是开始放松了 好连续扫梯 一定要顶住 我们也知道你的压力很大 好漂亮 潜出点刺点得很准 这是可以多打点刺啊 这克罗斯啊 我觉得他的反应速度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快了 连续的点刺呢 能打断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 呃百利无以害 哎呦 这个神龙百尾 这招估计是秋剑良教的啊 这个姿势也是非常像 但是这个克罗斯啊 对距离的把控和这个看穿对手啊 动作的这个眼睛啊 必须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经验 但是无论你有怎么多么强的经验啊 这也不是你小瞧我们中国拳展的资本 哦漂亮 打完之后 从对方的身上挂过去 啊 这个气势一下就有了 呃 腿法上的确我们壮壮要比这个克罗斯呢 好非常多 而且目前克罗斯他的这个压迫式的进攻啊 也没有打出效果 漂亮啊 而且壮壮的游走啊 也非常灵活 没有让对方啊 把把自己压制到龙边啊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争取呢 多打一些分数 这撤退速度也很快啊 呃 当初这个克罗斯呢 这个多次提出要打伊龙 打伊龙每次都有借口啊 这个不是感冒了 就是这个呃 受伤了啊 总而言之啊 这个借口找了不少 两人也没打成过啊 好 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二回合结束非常的精彩 第二回合克罗斯呢 他也是依旧压迫式的进攻 但这种压迫的式的方式呢 是非常小小体能的 而且这回合他也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 呃 精彩对局 好观众朋友们 比赛来到第三个回合 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 看一下撞撞今天啊 有没有机会去这个 Q克罗斯 好的漂亮 再来 高操腿 好的漂亮 第三回合一上来 哎呦 前口拼弓 继续打 这个时候不能停啊 我们看这个克罗斯 已经是有些 已经有些 哦 双眼涣散 哦 但是不得不讲啊 这个克罗斯 虽说35岁 但是还是很抗揍啊 这抗击打能力的确是一流 好 那么一起来看 我们撞撞的是 第二个回合顺利拿下 第一回合不确定 那么第三个回合 就看撞撞怎么发挥了 但是我觉得还要注意防守啊 哎呦 注意防守 但是随着比赛深入 这个克罗斯的 中级能力啊 和中级能力 已经变弱了 两个人都是 不怎么做防守 双手相对来讲 放的都是比较低 想多次去摔对手 但是呢 要小心呢 难免是要吃拳的 还是要打准啊 装着后面的拳呢 是有一些飘 呃 有些着急了 有些仓促 好的 后直 顶兮没问题 阻止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 哎 这角色挂灯了 但是裁判没有看到啊 这个胖子裁判是没有交停 哎 这角色挂灯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比赛终于结束 那么打了三个回合 没有出现KO的情况 那么最终的话 就要打分判定了 那目前我个人观测啊 这个装着的分数 应该会高一些 呃 因为他的打击密度更高啊 包括拳打的是标准的 只不过第三回后半段啊 最后一分钟呢 是有些飘了 呃 可能装着认为自己是赢了 比赛比赛真的是打的 哦 你看 呃 完全不惧怕对方去换拳啊 你打我一拳 那我就还你个更重的拳 那这种一往无闲的勇气啊 的确是非常令我们敬佩了啊 好 最终的判判 让我们看一下 裁判一致判定 李壮壮获得了胜利 那么恭喜壮壮 那同时非常感谢 平衡前啊 您的收看与支持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